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這邊一樣開個新的場景 我把它縮小一下 這樣 在這裡 你看左下角 是不是可以開個新的 開個新的 好,我就場景2 按確定 現在跟大家一樣 是不是都完全空白了 第一件事情 剛剛大家是不是把那個背景圖放進來了 所以你的背景圖其實可以很單純 按著它 拉拉拉 手都不能放開 滑鼠不能放開 一直到這裡 畫面打開了 放開 是不是就進來了 好,這樣大家都有了 現在呢 網路攝影機沒辦法 直接用脫衣的 所以您找來源這個地方 來源這裡 按個加 有沒有找到視訊擷取裝置 你把它按下去 這個時候呢 它會問你 請問你這個來源要叫什麼名字 你可以自己取一個名字 或是要預設的 都沒有關係 好,按確定 理論上來講 如果您只有一台 應該會馬上就抓到 呵呵 那如果你有多台的話 可能 在這邊就要選一下 以我來講 我這邊就要選這一台 這樣你就會看到我的畫面 就會看到自己的畫面 那我必須跟老師說 就是那個 攝影機的畫面 品質 真的會影響到去背的效果 像我這一台 羅技的是還不錯 因為它有廣角 它也有立體聲 可是這一台就是要三千多塊 OK 我們現在大部分的這種網路攝影機 就是像比如說食物投影機 或是 比如說你一些比較好的 無線的麥克風之類的 差不多好像都要三千多塊起跳 三四五六 大概這個價位 比如說看老師 我們一般Notebook內建的 通常 會比較差一點 因為它可能就是 有 以前就是有就好 這樣 OK 那你找到了之後呢 只要按確定就好了 只要按下關閉 確定關閉 這樣有沒有發現 這裡就有進來了 那你進來之後 你的大小 你可以自己調整一下 這是第一個 你的大小呢 你可以自己 看看說 我要比較大一點 還是比較小一點 那第二個 因為現在大家還沒有 藍綠幕的背景 對不對 所以說 你可以 先就是單純的 先放進去 先放進去就好 那等一下呢 這個我就拿過去了 看誰要先開始 呵呵呵 那當然老師也可以 就是 我們 因為後面就有 藍綠幕嘛 對不對 你也可以拍完了 像我們剛剛一樣 做成一段影片 放進去 所以都可以喔 那如果說老師 您想要 就是像我剛剛提到的 欸 我現在 暫時沒有 綠幕在我後面 沒關係 你找我們 雲端硬碟上面 是不是這裡有藍綠幕影片 你找一段把它下載下來 一樣丟進去 這樣也可以 好 那我現在呢 先用即時的 給大家看一下 好 你找到這個素材之後 我們 在它的下面這裡 在它的下面這邊 您會看到有一個 這裡有一列 這個 就是你點到哪一個素材 它會顯示 這個是什麼樣的素材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叫濾鏡 這類 好 我現在點到的是視訊嘛 那在OBS裡面 有點到跟沒點到 哪裡 看得出來 你如果有點到這個圖層 這個來源 有沒有發現 我的旁邊是 紅色的 如果今天 你是滑過去 不是選到它 有沒有發現 我的背景現在外面有個藍色的框框 這表示說你滑鼠是在那個素材的上面 但是它不是你現在正在編輯的 正在編輯的就是紅色的外框 這樣子 好 我就點一下濾鏡 來了 下面倒數第四個 特效濾鏡的倒數第四個 但是如果您是用notebook 因為畫面比較小 所以有可能這個地方你看不到 您必須要把這個視窗 像這樣稍微縮小一點 你的那個加號才會找到 notebook的話有可能會被擋住 有沒有老師有發現notebook會不會被擋住 對不對 你可能要把它調整一下 那你選擇倒數第四個 叫做色度鍵 色度鍵 一樣的 給它一個名稱 就按確定 你如果這樣子 應該會馬上看到 它預設就會用綠目 幫我們把後面去掉 那這個地方 其實每個人的皮膚顏色 每天穿的衣服顏色 是不是都不一樣 所以那個素質 事實上是沒有固定的 您必須要就是 錄影前 一定要先稍微檢查一下 不要講說偷懶 我每次都用一樣的設定 可能就是那個去背效果就不見得好 好 這個您稍微留意一下 這樣OK嗎 可以齁 所以您可以像這樣子 就進去了 那至於說 您要再做調整的話 來 這裡 這裡 調整的部分 我們剛剛有提到 相似性是最主要的 所以綠目這一個 你可以拉動看看 拉動一下 拉動一下 看看那個去背的效果如何 好 就是由上而下 相似性 再來平滑度 再來建設溢出 從這三個 我們主要就調這三個就可以了 那我現在呢 就把 我們的藍綠目 再一下 先放到各位的後面去 好不好 您可以馬上先試一下